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10月前半播出至今也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在鬼灭的热度依然持续延烧之时 也有许多值得一追的动画正在上演一篇篇的好故事 在我们进入正题前 我想说就是大概只有2x5有观看我影片的各位 也有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如果届时你喜欢我的创作的话 抬起普林斯的咚咚手指按一下订阅哦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私信快评的新番中 有没有你有追的好故事吧 这个老经典在刚播出之时 大家都以为它是旧作的重制版 一个新的呈现方式 但是当它的剧情流向突然转变 给还没来得及准备的观众们加了一个 耶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在鬼局的气氛还有一个接一个露出另一面的人物演绎 以及每一到一话结尾就卖关子的操作之下 使得整部作品的剧情核心到目前为止都依然笼罩在一团灭雾之中 好似即将解开却又同时开了更多的支线提起更多的疑点 再加上恐怖群疑的故事结构 我想这也是为何寒蝉 为何这暮蝉悲鸣死会吸引人的原因吧 熊熊一种闯异世界 没有什么东西啊 是比破坏平衡却又无比暴力的主角 还有萌萌的乐乐更治愈人心的了 刚开始看的时候 其实我以为 哎呀这又是另一个主角在VR游戏开挂的故事了吗 结果貌似跟我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确实主角Yuna也是身穿拥有各种逆天技能的熊熊装 一路过关斩将一拳打飞的气焰小专的冒险者 毁灭了森林狼群的生态气 打倒了困难度极高的黑灰蛇 还开始自产自消破坏经济 嘛 虽然和我所想象的异世界奇幻不太一样 不过能看到圣解原因的她 不断尝试突破各种轻而易举的危机 又可以看十月黑暗十月愉快的剧情 仔细想想 偶尔这样放松的追翻也不错呢 得了要看电子书漫画补剧情的话 现在Blocker的低价活动很推荐买买买喔 战役的邪格德利法 当我以为这是部少女开着战绩拯救世界的空战番 她却开始送上满满的福利 当我认定这是女武神们贴贴的百合日常 她又刹那间转入悲情主线 这部由多位创作者共同合作的原创动画 在本季也是相当特别的存在 一来她有一个很奇葩 却越看越对付的世界观 与女武神设定 二来我们依然很难知道 接下来的剧情到底想走悲伤路线 还是欢乐日和路线 毕竟在节奏十分跳跃的状态下 作为没有什么原作可参考的新方 她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铁火味 和一个清楚的主轴 但或许也正是如此 我才有十分期待她接下来的发展 还有少女们男士们 开始迎向决战的命运决则 只要之后能稳定发展 相信也能有一个精彩的收尾 无能力者娜娜 我会读星书 在你还怀疑此画是否为真之时 你的心脏大概也已经被刺穿了 看起来很常见的异能设定 一个远在天边的孤岛 一群被困在学院中 惺惺色色的学生们 却在这部无能力者娜娜 玩出了对我来说的新花样 应对一下大家前阵子 或许常玩的游戏的话 这就好像现实版的Among Us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的神秘失踪 你找到的蛛丝马迹却又不敢确认 频频喊出Pink Sauce 却没能相信 下一个过去 就换成是自己以无法理解的方式死去 当然啦 本作的主轴不是单纯的女主暗中除掉人而已 也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感情线 尔如我诈的情理战 后面的剧情会流向何方 还会有什么更刺激的展开与爆点 着实令没看过原作的我相当期盼 成神之日 马之准大魔王不愧是大魔王啊 在世界还没因为Hina所说的毁灭以前 大概就会被男主拍到崩坏的围电影 和打得莫名其妙的麻将给毁了 不过老实说老实讲 马之大师的这个原创动画第三弹 目前还真的很难看出一些什么端年 张开机下就只是Hina一直拉着主角群们 从事各项活动 并拉引用她那方便的预知能力 看穿 呃 没有一切而是很少部分的现实 简单来说啊 主轴在哪里 胃痛在哪里 其实还无法很深刻的感受到 目前来讲就只是让人笑到 腹痛的幽默 以及流畅的故事节奏在撑着整部作品 但是如果够敏锐的话 或许也已经能稍稍察觉到 所谓的世界毁灭 所谓30天的倒数 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 同时 现在他们所不断进行的各种无理头活动 所度过的一段段欢乐时光 是不是也将会在之后化为乌有 本作给人的是优美的画面 吸引人的铺陈 以及无尽的想象 当片尾的倒数结束的那一刻 他们 我们 将会看见什么样的奇迹呢 咒术回战 到目前为止啊 这部真的就只能给出一个字 潮 真的是 潮 不仅仅是顺畅无比的战斗分镜 与转移人物出场的帅渣BGM 他的OP与引领风潮特剧格调的ED 更是烈焉惊叹 无论是在主题 亦或是整体来讲的动画水准 皆为本季新翻中的高标 剧情方面也开始深入 所谓咒术师的轴心 与主角们将面对的邪恶 这也不仅让我回想起 小时候超爱的老作品 《结界师》 啊 那个首饰啊 啊 那个咒语啊 啊 那个花俏的对话 真的是让人很难不被其魅力吸引 尤其这种作品偏偏可以将壮壮的型男弄得很可爱 将冒美的女生弄得很帅气 反正 一样还是一个字啊 潮 不过听说本作发辩当意毫不手软 即使会有什么样的转折 不妨来好好瞧瞧吧 魔女之旅 美丽可爱 聪明温柔 狡猾又爱自肥的魔女 有谁不爱呢 不过在介绍只有我打从心里爱着的小说角色之前 有些人应该也知道就是我很爱看金小说 那也常乱花钱买出啦 那当然也是有人常问我就是我到底都是去哪里买书的呢 刚刚所介绍的作品呢 其实有非常多都可以在Blocker电子需用非常低的价格入手 那尤其现在又刚好是双11特别企划活动 那在11月12日已成为期三天的全馆六折活动 再加上满千人即可使用的100元抵用券 如果你有什么好作品想看人作的话 无论是漫画、青少说、文学 都可以好好逛一逛、看一看 真的真的值得 那就像魔女之旅这个系列哦 也是某一天我在逛出城时 偶然邂逅的毫无 之前我就已经阐述的许许多多本作的美好 无论是它的叙事方式、人物特质、故事 所带来的寓意都深受我的喜爱 本作有一个跟其他作品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故事结构上的独特性 以篇章场景来说 它是快快慢这样子做切换 以说故事的速度来说 则是慢慢快这样的步调 也就是说当叙述短故事时 体感节奏是松弛的 叙述长篇时体感则是紧凑的 也虽然主要是以一篇又一篇的短舞语 与烈娜在各个国家地域的旅程为重点 不过在这无数篇似乎互不相干的旅途之中 又有一个逐渐明确的主角故事线 以及未曾变过的核心价值 关于邂逅、巧合与离别的情感故事 老实说这样的故事也十分吃人垫坡啊 垫坡没对到的话 或许对你来说 它就不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作品 但我为什么会如此用力的推崇 当然不只是因为灰白法的叙连娜真的有个棒的啦 也是因为它以原作来说 有现今许多清少说无法达到的风格与读书一致之处 可能它不如战斗番来的司机 可能它不如那名番来的治愈 可能它缺乏严肃一提做该有的承重 但是该有的轻松搞笑 该有的黑暗内心 魔女之旅都还是做得到的 虽然以一个动画来说 经费似乎不是那么足 不过对我的私心来说 能看到自己相当喜爱的作品 每周动个二十几分钟的动画 也已经满足了 最后别忘记趁现在去Bull Rocker 把整套魔女之旅买下来闻香哦 以上就是这一次不快也不慢的私心快评 是不是有我没接收到的作品 还是说你拥有跟我一样的心得呢 在留言分享自己期待的作品之余 也请救救我这个边缘式创作者 请请你动动手指按下订阅与小铃铛 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的多元创作 同时更别忘记追踪我的FB Twitter IG Discord 等社群哦 那么 我是雅次元 让我们于下一个创作的诞生中 再度相会吧